我知道日本的偶像級人馬 西城秀樹最近來過香港 拍過一個音樂特審 柳文尼也特地訪問過他 對,上星期他來到香港 停留了三天拍MTV 聽說他又快要結婚了,對吧 整個問題我們就要問問他 年齡是很多藝人的秘密 但是西城秀樹今年4月 生日之前開的演唱會 慶祝告別39歲 大大方方告訴別人他40歲 Tedeki英俊,有型,憑年40歲 為什麼尚未取妻? 他好像知道我們有事追問他 日前來香港接受我們訪問 不要胡說,西城來香港 是為一個日本的音樂節目 拍唱歌片段 說笑而已,不用這麼認真? 算一算,西城來過香港很多次 他還說每次來都會去吃四川菜 因為貪他夠辣 他最近在日本又忙些甚麼呢? 西城秀樹說最近忙於巡迴演唱 還有20個演唱會還未完成 還會去到九州、東京、大阪等等的地方 Tedeki在1972年入行 很快就成為日本首席紅歌星 誰都知道他迷到很多女生 但是難道沒有女生適合他心水? 為什麼還未結婚呢? 何時還未結婚呢? 你還不能說是對的 真的嗎? 他說如果我說是對的就肯了 說笑而已,嘴巴吧 但是… 很可愛 快點翻譯他說甚麼 他說要說緣分 很漂亮的女生, 什麼意思? 她是日本出名無故而命為長谷村李惠 今年九月, 日本有報道說 她是Tedeki的好朋友 Tedeki很少被文傳出 她認不認拍拖呢? 她是朋友的, 她是朋友的 那是扭文嗎? 明星一說到戀情 通常都會這麼說 各位自己分析 如果西城真的拍拖結婚 你猜那些粉絲會不會… 其實做一個歌迷 譬如我們喜歡他這麼多年 都到了識婚年齡 沒甚麼所謂 只要他開心, 我們都開心 我們會一直支持他 那你呢?有甚麼看法? 我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很期待 他會快結婚 和家庭和孩子 我會很開心 不管全文, 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的 我就很羨慕 他有位唱歌 這麼好聽的男朋友 我不是這麼想 如果是真的 我很羨慕 他有位這麼漂亮的女朋友